東晉由偏安江左到晉安帝元興元年 即是公元402年平定孫恩之亂為止 已經過了差不多九十年 當時的政治局面和九十年前 晉元帝王道等人在健康立國的形勢 已經大大不同 東晉政權建立初期 即是所謂中興的初期 由於政治社會都動蕩不安 東晉軍神以及江東地方的豪族大勝 和由中原各地被難到江南的移民 必須團結一致令南方安定 使得東晉政權鞏固 才可以抵抗北方的胡人 但九十年後的東晉末期 南方局勢已逐漸穩定 一些高門大族 例如浪野王氏、陳郡謝氏 吳郡故事等等 壟斷政權 形成所謂門帝 朝廷裏面的重要官職 都由這些高門大族成員出任 這些人都擁有大量田產、奴彼、生活奢侈 缺乏進取 他們以不懈世俗事務為清高 所以東晉大部分執政的公卿大臣 都欠缺自國才幹 於是日常政務 往往要委託出身寒微的親信辦理 這些人當時稱為韓人 其中不少韓人乘機舞弊刑屍 令政治敗壞 另一方面 一些有實力的地方軍事長官 例如長期以來鎮守荊州光寧的 援氏家族 援溫、援元父子 以及屯駐京口一帶的 北府兵將領王公、劉勞之等等 也有威逼健康朝廷的夜深 東晉君主和執政者 例如潰溪王、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等等 由居於深宮和民間脫節 只會爭權奪利 於是東晉經過援溫進逼健康 王公、喜兵星土司馬元顯 和孫恩之亂一連串亂時之後 局勢已經可以說敗壞到不可收拾 更大的動亂接種而來 這次動亂就是援元散進 援元是已故大司馬、都督京州軍事 鎮守江陵差不多三十年的援溫的兒子 援溫憑著京州強大兵力 曾經威逼健康朝廷 廢了皇帝司馬翼 改立年老的簡文帝司馬玉 簡文帝死後 援溫本來想取而代之 但是功敗瑞成 麗不切三位就病死了 援溫死的時候 援元只有四五歲 所以由援溫的弟弟援聰接掌京州的兵權 雖然由健康朝廷派人掌管 但是援氏家族仍然有相當影響力 援元二十多歲的時候出事做官 任職二興太壽 但是他覺得屈屈不得志 曾經淫過兩句詩話 副為九州白 二為五胡掌 來表達自己的志向 後來援元和北府兵統帥黃公結交 黃公想利用援元宗族在京州的舊勢力 來對付健康朝廷執政的司馬道子兩父子 於是拉攏和幫助援元 令援元恢復在京州的地位 和協助京州刺史殷仲堪 到了黃公殷仲堪相約起兵 黃公失敗被殺之後 援元在京州的勢力更加大增 沒多久之後 援元發動兵變 殺了京州刺史殷仲堪 和鎮守襄陽的雍州刺史楊傳奇 健康朝廷迫不得已 任命援元都督京、師、雍、秦、梁、益、寧、 七州軍事兼京州刺史助鎮江陵 又任命援元的唐卿援修做江州刺史鎮守御章 即是控制現在的江西省 援元的卿長援偉就做雍州刺史鎮守襄陽 於是長江中游全部成為援元的勢力範圍 當時是晉安帝隆安四年 兩年之後援元率領京州士卒 以星土司馬元顯為名進攻首都建康 師馬元顯和公卿大臣非常惶恐 於是趙劉勞之執領北府兵 抵擋援元大軍 劉將軍 妖賊孫恩作亂 平定了都未夠一年 京州刺史援元又起兵作亂 今天朝廷安危 全靠劉將軍你了 欸 司馬郎軍嚴重了 微臣流露之 一聽聞援元作亂 就立刻率領北府兵 由京口趕來京師勤和 微臣一定土平反賊 請司馬郎軍防守 這樣就好了 一切全靠劉將軍 那微臣先出去軍營部署先 微臣告退 好啊好啊 你快點去部署妥當 進來 唉 希望劉勞之 可以擊退援元 啟稟司馬郎軍 劉勞之為人反覆 見利亡義 當日他是皇宮下屬 為了利陸 背叛皇宮 項父殿下 殿下 今天不應該太信賴劉勞之 事到如今 我不信劉勞之 還可以信誰 呃 啟稟 請劉將軍 援元半軍已經攻破利陽 我朝皇司馬上之秘琴 利陽失陷啊 是 利陽失陷 那兩日之內 援元就會兵臨石頭城下了 沒錯 請劉將軍指示 唉 如今健康城來 人心黃禍 而司馬郎軍 向來都不得人心 人人都希望 掃除弊政 如果我幫他平定 援元 將來難免被天下人 責怪 唉 劉勞 再 你出去叫我兒子敬孫進來 我要派他跟換元港和 劉將軍要跟換元港和? 沒錯 我這樣做 是避免生命逃炭 遵命 劉勞之肯跟我換元港和嗎? 好 那即是沒有人敢阻擋我大軍進入健康城了 萬歲 萬歲 萬萬歲 好 大家立刻進兵健康 駐殺司馬道子司馬元顯 解除天下可政 對了 劉勞之既然氣暗投明 本將軍應該拜他為賄欺泰秀 解除北虎兵兵權 立刻上任 他的兒子劉勞孫跟隨本將軍去健康 哼 真是豈有此理 換元真是欺人太甚 竟然要解除我劉勞之的兵權 還派我做賄欺泰秀 豈有此理 你們說 應不應該懲罰他狂妄之罪 你們說 劉將軍 換元已經駐兵宣揚門外 而且司馬郎軍已經被他誅殺 事到如今 劉將軍不宜輕舉妄動 胡… 胡… 今天又想反叛援功 一人三反 我们不可以再受他愚弄 混状 混状 你们犯犯 你们犯犯 刘勞之 你们犯犯 你们犯犯 犯犯 犯犯 刘勞之 因为中叛亲来 羞愧自杀而死吗 这样也好 天下从此就少了一个反复小人 如今奸人司马元显已经服住 晋朝气素已尽 我还原有素除天下大功 自然应该顺应天命取以代之 万岁 还将军万岁 还原 在晋安帝元兴元年正月 即是公元402年 由荆州领兵进攻健康 星土司马元显等等 晋朝执政者 当时孙恩之乱还未平定 防卫健康的主要兵力 是刘勞之所统述的北府兵 到了三月 孙恩之乱平定之后 刘勞之见还原 接连攻陷健康外围的据点 所以向还原投降 还原因此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之下 攻陷健康城 诸杀魁契王司马道子 司马元显父子 还解除刘勞之的兵权 而刘勞之因为众叛亲离 也都羞愧自杀 于是还原 完全控制东晋的军政大权 据史书记载 还原起初曾经 废除司马道子执政时代的一些科政 罢免一些财干低劣的官吏 又引用人才 所以一度受到九经动乱之苦的百姓欢迎 但是还原急于散夺晋朝 排斥一些拥护晋朝的公卿大臣 又将北府兵将领 调派到较远的地方 加上执掌军政大权的人 全部都是由荆州 跟随还原攻入健康的部属和亲信 例如还占 辩范之 还委 还收等等 他们这班人 同东晋朝廷救人 甚至各地救势力不和 互相猜忌 逐渐变成圆满天下 原兴二年十二月 还原决定取代晋朝 废了晋安帝司马德忠 做平故王 送到沉阳监事 沉阳即是现在江西省的九江市 还原改国号做楚 改原兴二年做永始元年 不过当时各地已经有不少不满还原的人 在暗中计划起事 想推翻还原 为何楼记楼这么久都还没到呢 是呀 为何这么久呢 不如大家上船 等我在岸上等多一会儿 好啊 大家上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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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狗猴 好啊 到了 好啊 基劳 他们很多人都上船 你都快点上去 好 嘿 撑出去江心 基劳 大家等你等得很心急 是 小弟迟到请各位说序 什么说话 是呀 毛记兄 各位 小弟自从借养伤为名 在魁契翻来京口 还原的人对我监视严密 我出入都不敢轻堆 所以今天离迟了 没错 还原对我们这些北苦救人 非常疑忌 我们行动一定要小心 所以我约各位来船上相遇 船到江心 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 嗯 自从还原领兵冒犯兼施 朱杀魁契王 以及司马郎君 独揽大权 排斥二级 如今有删夺国家 可谓人神公愤 我們被反覆小人流露之所悟 至有任人如辱 各位 我们要同心合力 朱权益策 没有 朱权益策 朱权益策 如今回收塑镇京口 我们怎样可以轻举妄动 我留意早有计划 什么计划 快点说 说来听 好 京口的确不容易入手 不过 江北的广陵 援视势力比较薄弱 社帝刘杜益 是广陵中兵参军 猛厂是主捕 可以号召示出 嗯 而且将军刘毅向来不满还原 我希望何无忌亲自过江 和他们联络的小弟遵命 朱杀掌文 可以回去丽阳 联络丽阳致士 好啊 王元德同后知 在京口暗中号召 只要时机成熟 大家约定日期 一起在各地起言 朱杀逆策换圆 好啊 好啊 列伟光兄 难得今天春光明媚 大家多喝一杯 叶辉辉辉 干杯干杯 我大楚初兄 不知道天下百姓对朕有什么谈论 天下人歌颂辉辉辉 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未必吧 嗯 去日的北府将领 就有不少人埋怨朕了 是不是啊 刘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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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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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弟弟刘毅经常跟刘豫等人交往 到底有什么阴谋 未臣死罪 刘豫他们暗中策划不苦救人 想在京口广灵半变 果然是真的 他们有什么同党快点说 刘豫他们还有何无忌 毅荣志 谭鹏志 诸葛掌文 黄元德等人 其他未臣一概不知 来来 留下全令援卿便饭之准备清除翻查 刘企龙 刘企龙 这次糟了 刘企龙 什么事 我们的物谋已经泄露 援卿已经命令援卿侵布我们 那情况怎么样 黄元德和口之已经不幸被杀 黄元德他们失守 那我们不可以再拖延 立刻召集各位致事 杜光去广灵 先夺取广灵城作为根据 然后公布还原罪状 号召天下人星土还原 什么 广灵城失险 刘企他们率领广灵 使出杜光围攻经口 闭下 刘企等领量薄药 岂能成事 请闭下安心 乱讲乱讲的 刘企是一世英雄 刘伟向来疏财浩赫 如今叛逆是无必死之险 怎么可以说不能成事 传令活谦立在团兵福州山上 监视刘企动静保卫健康 那币闲呢 朕打算回去江陵战备 引力下令宣将 晋朝废帝司马德忠送去江陵 刘企 刘伪 何慕忌等等起兵反抗还原 还原遇到挫折 大失信心 结果要退回荆州江陵 但是由于沿途发生兵变 刘企的追兵又逐渐迫近 还原众叛亲尼 在江陵附近的曾荣州 和刘伦决战 还原大败被属下杀死 当时是大楚永始二年 即是东晋安帝元兴三年五月 也即是公元404年 而还原的大楚政权 就只有一年左右 晋代史史记载 还原控制东晋政权的时候 有改革晋朝积极的心意 史史说当时江级败坏 官吏苟且偷暗 还原下令改革 但是由于官吏抗拒 所以无办法切实推行 还原又排斥东晋救神 令到荆州系统的大臣将领 和健康原有的势力互相排斥猜忌 令到政治更加混乱 楼宇起兵之后 桓园又濫用刑罚 诛杀无辜 以至大失人心 所以没多久之后就完全失败了 另一方面楼宇消灭了桓园之后 恢复东晋安帝司马德忠的地位 改年号做意欺元年 而史书上就叫这件事做安帝反正 或者是意欺反正 而楼宇就控制东晋的军政大权 荆州平定之后 由楼毅坐镇江陵 楼毅也是北府兵将领出身 还原散位的时候 楼毅在广宁 即是今日江苏省扬州市策划兵变 和楼毅联合声讨还原 所以地位和楼毅相当 还原被平定之后 楼毅镇守荆州不服楼毅 楼毅还想利用荆州洪厚的兵力 有不轨的企图 几年之后被楼毅平定 由于东晋内乱 北方的慕容市南燕国 支持投奔南燕的楼勞之子楼敬孙 控制东晋淮南地区 楼毅征土江陵的楼毅那阵 健康空虚 留守健康的朱葛掌民 和楼敬孙联络 发动兵变 但是被楼毅发觉 朱葛掌民被杀 另一方面 由于益州偏远 益州的军人 趁着东晋动乱 拥立军官朝中 朝中向后秦国求助 亦都割据一方 中华五千年之夜 还原山津 是由蔡雅角 莫家驱 钟伟明 李在堂 李学斌 温泉 简慧安 李德能 欧永汉 陈炳球 林有荣 曾永强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请不吝点赞啊 请不吝点赞